工作上多了很多外出的机会 也可能会接触到很多与外国事务相关的工作 不过可能会对自我个性的展示带来一些压力 自己可能忽然很想辞职 太阳进入射手座 射手座生日快乐 太阳和水星以及土星逐渐进入合像的状态 这真是一个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好时机 同时因为与火星形成了六分项 所以更加带来刺激和学习 并获得朋友的尊重 月亮和土星及海王 分别为135和45度的相位 在展示个人的竞争力方面 可能会受到专业和梦想的影响 而产生不安和情绪化